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聯辦昨天就走了出來 自行詮釋基本法第22條 引起了社會的嘩然 中聯辦就說 港澳辦和中聯辦 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 並非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 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 中聯辦批評 有人提出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說法 是曲解基本法 中聯辦強調在中央授權下 是有權力亦有責任就香港事務來發聲 中聯辦最新的說法 其實是與特區政府在過去23年以來的認知 以及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說法 是有差別的 中聯辦現在就說 那些民主派的議員故意曲解基本法第22條 那我就想請問 到底特區政府在過去23年以來 是不是同樣地都是曲解了基本法第22條呢 我就翻查了一些資料 現在就一起分析一下到底誰才是真正曲解基本法 第一條資料就是來自2000年 時任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問到 新華社就改名成為中聯辦 到底這個機構有沒有按照基本法第22條的精神 就著改名一次徵求特區政府的同意呢 時任的政制事務局局長麥青紅就回答 中聯辦前清新華社香港分社 是本來在香港存在的機構並不是新成立的 儘管如此 中央人民政府曾經就著決定中聯辦明清一事 諮詢過特區政府的意見 而特區政府對此事並沒有不同的意見 那就是說 當時連改名都要徵詢特區政府的意見 好了 去到2007年的時候 政制事務局提交了一份資料文件 給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 當中列明了 在基本法第22條下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區設立的機構 包括哪些呢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第二就是解放軍駐港部隊 第三就是中聯辦 這份資料已經很清楚列明 中聯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那就是說 中聯辦就是要受到基本法第22條所規管 是不是呢 如果中聯辦是不需要受到基本法第22條規管的話 按照這個邏輯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和解放軍駐港部隊都不需要遵守香港基本法 他們都可以就香港的事務來發聲 是不是這樣理解呢 好了 第三條資料 就是來自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在2017年的時候接受央視的專訪 他提到一句說話 說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 要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香港實行的制度 不能干預純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他這個說法只不過是把基本法第22條 用另一種的語言來表達出來 為什麼當時中央對香港的內部事務不能干預 現在就變成可以干預 是不是 第四條資料就是來自2018年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覆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就提到 中聯辦在香港進行符合他們運作和終止的工作 只要是依法 我們都不會干預 我們也相信中聯辦會一如既往 根據《基本法》第22條定名 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即是說 這個聶德權在2018年的時候 他仍然是認為中聯辦是需要受到 《基本法》第22條的規管和限制 那到底現在是不是整個說法已經改變了 是不是特區政府過去的認知是錯誤呢 是不是特區政府歪曲了《基本法》呢 好了 第五條資料就是來自2019年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宜祥回答梁繼昌的提問的時候 就說到 根據《印花稅條例》第41卻回一條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購買物業獲豁免繳納相關的印花稅 而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在香港購買物業 根據這個條例 亦是豁免繳納相關的印花稅 有關豁免並無附帶條件 即是說中聯辦就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 當然需要受到《基本法》第22條的規定 沒有理由輸打贏要 當你是免繳付印花稅的時候 你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 當你要干預香港事務的時候 你就說港澳辦和中聯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 這些就是搬龍門和輸打贏要 更何況在1997年7月1日的香港特區成立慶典之上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經說過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單止香港要遵守 中央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植核市都要遵守 中央各部門和任何地方都不會 亦不允許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據《基本法》規定自行管理事務 昨天中聯辦的說法顯然和過去江澤民、張曉明和特區政府 一直以來的說法是有所不同的 中聯辦就是暗中的確充了自己的權力 為何會變成你可以不受《基本法》第22條規管 為何你可以就香港內部事務來發聲 以往都不會這樣做 請問你這條界線或者準則 是否隨著不同的中聯辦主任 來有所變改呢? 請問你是法治還是仁治? 而且就是 你這個林鄭和鄭若驊 你身為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長 竟然間你沒有出來主持公道 你沒有出來捍衛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反過來的你們是助紂為虐 竟然是附和中聯辦昨天的說法 你林鄭說什麼? 你就是說港澳辦和中聯辦 就著立法會近月的現象有所表示 就不存在任何干預 什麼是表示? 請問 這就是赤裸裸的干預 至於鄭若驊師長 怎麼說呢? 他就說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意見的時候 大家就無需過份報道 當時你教記者做事嗎? 你干預新聞自由 干預編輯自主嗎? 他就說 中央是有責任有權對香港事情提出意見 實際的操作營由香港負責 但他不是提出意見那麼簡單 他是指出郭榮鏗議員 涉嫌違反了立法會的宣誓誓辭 以及涉嫌干犯刑事罪行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這是純粹提出意見那麼簡單嗎? 這簡直是向你香港的法治制度施壓 為什麼你沒有出來捍衛香港的《基本法》呢? 你作為律政司司長 到底是否了解《基本法》是寫什麼的? 經常說是強調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那你麻煩就要確切地執行《基本法》第22條的規定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部門 是不能夠干預香港的事務 下間時你沒有發聲 你是沒有的 你就是配合大陸那一套 經常說中央對香港是有監督權和全面的管治權 但這些全部都是潛建上去的 是在2014年的時候 出了一個所謂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後才出現的 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 在《基本法》裡面是完全找不到的東西 這些是潛建上去的 那你這個鄭若驊司長 你這個林鄭有沒有出來說過半句話呢? 經常說香港是法治社會 如何法治? 法治還是人治? 為什麼《基本法》第22條的理解 是會隨著中聯辦主任的變改 而是有相應的變更 你特區政府必須要站出來向市民清楚地解釋 到底你特區政府現時是如何理解《基本法》第22條 為什麼中聯辦昨天的說法 你們沒有出來指證他們 是否代表過去特區政府的23年以來 是錯誤地理解《基本法》第22條呢? 你要出來跟市民說清楚的 你絕對可以告訴別人 根本上你過去是解錯了 或者現在中聯辦最新的說法才是正確的 那你就跟市民說 是不是? 那你就跟國際社會交代 那你就可以令到國際社會的投資商人 就會理解到 原來香港的所謂法治就是這樣搬龍門的 香港的所謂法治就是隨著時間的改變 就算是白紙黑字寫了出來 都會有不同的理解 那你就告訴市民聽 你就告訴國際社會聽 就不要這樣閃閃縮縮縮 走出來就說 港澳辦和中聯辦是有權做什麼做什麼 他什麼都有權的 是不是? 再加上你特區政府整班廢官容官 一味就只懂得擦鞋 不敢造次 喂中聯辦做什麼 你似乎都是不敢出聲的 那麼他橫行打斜行也可以 問題就是 到底現在這一套的所謂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否符合國際社會的理解 你說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 國際社會是否認同 這個是否跟當初中英聯合聲明的原意一樣 這個就重要了 你說這些是一國兩制 不要緊 你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國際社會是否同樣的理解 這是更加重要的 你的理解是不重要的 因為你說什麼是一國兩制 那個就叫做一國兩制 監視竟然說 港澳辦和中聯辦 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 你特區政府都不去出聲 那還說什麼一國兩制? 收檔吧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